俩人好不容易逮着机会你浓我浓 结果总是有不相干的人来打扰 甚至学长这个大情敌也来搅局 小白同学那还能忍 亲自上阵势必阻断一切危险因素 学长也是服了 现在的小孩都这么猛的吗 他也起了逗弄的心思 故意要吓吓小孩 安医生也不阻止 就在那边开心吃瓜 他就喜欢看他家小朋友 为他争风吃醋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其实你抱歉让我抱费 小白被吓了一跳 这是转移目标看上他了 结果回头一看 就知道自己被耍了 怕什么 你又不是我的菜 小屁股 你又不是我的菜 是啊 奇妙 你们算什么 学长终于结束掉自己的暗恋 他知道安医生不可能是他的未来 他要放手了 而小白这边就很生气 还是哄不好那种 我猜你要有点解决心嘛 可是安医生也很委屈啊 小白整天跟花孔雀一样 在店里招风影蝶 暗恋他的小女生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小白自知理亏 瞬间秒怂 明天我就在店里弄一个公告 说本白有主 三哥有诚意了吧 但是小白还有后手 可没打算这么简单 就放过安医生 拿出亲手做的便当 里面全部都是安医生不吃的蔬菜 因为这是学长在菜市场亲自告诉小白同学的 小白这个气啊 你们还真了解对方啊 安医生立马求饶 我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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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跟你说我吃我吃 真的不勉强 当然最有效的还是美男计 本来说好的两天一夜 现在变成了天台露营 小白真的很伤心 但是能怎么办 谁让自己喜欢呢 其实小白一直都很理性 他知道自己有问题 对于和他在一起的人很不公平 他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 而不能像普通情侣一样 彼此包容呵护 所以对于安医生 他总是心怀愧疚 明明作为一个医生 条件这么好 可以找到更好的伴侣 但是安医生却不这么认为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于未来 他有信心 也有把握和小白一直走下去 来来 就跑掉 啊 这电 哎 好浪漫的发文哦 但我上面没有歌词 跳跳个音 交给我吧 只是好好的爱情片 怎么就变成了警匪片 等待俩人的 是一片坦途 还是不满荆棘的障碍呢 俩人能否共同面对 点赞关注 看下集 是一片坦途 队 我培 tenir坦途